大家好,我是大头娃。 今天跟大家来说历史了。 说起人,那就不得不说传言中的女娃了。 传说中的女娃造人,我们现在并不能完成考证。 也无法得知是否真的是事实。 但是女娃这个人是存在的。 据说在上古时代,地球上的人类特别少。 她们流行的是母系社会。 在那个时代,当时的男性是没有权利和自由的。 因为女性是主导人物。 男性不需要干什么,只要维持自己就好。 女娃和华须,就是在当时降生的。 随住时间的流逝一场天灾毁掉了所有人。 只剩下了女娃和福西。 为了生命的延续。 她们开始结为夫妻。 剩下很多的孩子。 并为她们取姓氏及名字。 经过时间的洗涤。 姓氏逐渐演变。 直到今天。 所以说,姓氏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。 提到姓氏。 很多与小孩子都背的百家姓。 赵前孙礼。 周吴正王等等等。 这些都人们非常常见的姓氏。 但是,除了这些常见得的姓氏外,还有很多是我们没有听过的姓氏哦。 今天小编就跟大家说说古代有哪些让现在的人听起来尴尬的姓氏。 古代最尴尬的四个姓氏。 不管取什么名字都像骂人。 你都没听过。 第一个。 姓曹。 在百家姓中。 姓曹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姓氏。 据统计。 我国常见的姓氏, 大约有三百种左右。 曹姓并不在这里面。 虽然很少。 但并不是没有。 它们分布得特别广。 在世界的各地散居分布。 曹姓主要由来曹操。 曹操在建立政权以后将自己的位置, 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曹丕。 由于曹丕的婚庸, 无能导致曹家的政权丧失。 被司马利的后人司马炎夺取。 司马家的人上位以后, 便对曹操后人赶尽杀绝。 在逃离的过程中,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, 曹操的后人隐姓埋宁。 不得已将自己的曹姓改为曹。 这也就是在整个曹氏或者曹氏的族谱中。 并不会看到曹姓的人嫁给曹姓的人, 也不会看到曹姓的人嫁给曹姓的人。 这是因为两姓是一家的主要原因。 虽然这个姓氏在古代并没有任何的问题, 但在当今的这个时候, 这个字却具有一定的攻击意义, 并不多见。 而有这个姓氏的人名字也是非常不好取的。 第二个, 姓狗。 这个姓氏在现在也会偶尔的看到, 并不是特别的少见。 据说, 狗姓出自皇帝和顺的后人。 相传皇帝的后人, 大多居住在河南的地区。 因为那个地区特产枸杞, 便以此为姓。 同时, 狗姓也是中国最古来的姓氏之一。 除去出自皇帝后人外, 这个姓氏也出自米姓和姬氏。 至今已有很多年的历史了。 且至今为止这个姓氏的人, 已经达到45万人左右了。 现在, 这个姓氏大多在四川地区。 通常一般的朋友或者同事之间, 为了显示亲切, 会将彼此的姓氏, 之前加上小字或者老字, 但是这样的叫法, 用在狗姓的人身上, 会闹出很大的笑话。 第三个, 姓氏。 这个姓氏最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先卑族的一支, 属于部落的名称演化为的姓氏。 后来由于北魏帝入主中原以后, 这个姓氏逐渐与汉族融入, 成为一体。 在后人们觉得这个姓氏不雅, 改为谐音的私事。 似氏或者似氏, 沿用至今, 逐渐演化。 至今还在用这个姓氏的人非常的少, 并且还在继续的减少。 所以我们基本不常见, 由于这个姓氏所代表的含义非常的不好。 所以很多人选择避开这个字。 一般这个姓氏的后人, 都不会跟随父亲的姓氏, 而选择跟随母姓, 只有一些年纪特别大写传统的人才会继续沿用。 当然这种姓氏是非常难起名字的, 听起来就像骂人一样。 第四个, 姓鸡。 传说皇帝降生在河边, 而那条河的形状, 特别像一只鸡。 所以经过思考, 形成鸡姓。 而皇帝共有25个孩子, 这些孩子得到不同的姓氏。 鸡姓就在其中, 就像后来的周朝, 因为是皇帝的后代, 所以周文王的名字叫鸡昌, 而在周朝灭亡以后, 后代便取消了这个姓, 便以国名为姓氏。 而在唐代的时候未必免会, 将鸡姓改为周姓, 随后逐渐改善, 导致鸡姓越来越少。 而这个姓氏, 位于百家姓里面, 不皆否认的是 它是中国上古的八大姓之一。 而由这个姓直接演织出很多的姓氏, 比如姓周, 姓王等很多我们经常见到的姓氏。 而这个字是很难取名字的, 因为它与鸡字同音, 所以很多人在介绍自己的可有强调, 以便方便寓意。 可以说是非常有趣的哦。 姓氏代表的是一个家族的符号, 也是作为常见的血缘符号。 俗话说一个姓氏, 五百年前可能就是一家人哦。 小伙伴们在看完文章后, 还有什么特殊的姓氏? 不常见的。 可以在下方评论出来哦。 大家一起讨论。 毕竟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, 不大精深, 奥秘无穷怕, 喜欢记得加关注。 亲选请告知删除。 谢谢。